今天要來分享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拇指外翻非常嚴重的人 一般人就是穿涼鞋 像這種市面上的涼鞋 我是完全沒辦法穿 因為這個寬度 腳大概側邊都在外面 然後可能還會掉到地上 然後再來就是寬度的部分不行之外 有時候 比較腳背沒那麼高的的話 因為我比較寬嘛 所以也會塞不進去 有的是連塞都塞不進去 那好就算塞進去了 腳在外面大概一講 或小妞妞在外面有沒有啊 你們如果是寬腳板一定會有這種困的 所以我今天就來介紹 有時候春夏秋冬我比較常穿 跟我確定拇指外方的人穿的是完全 萬無遺失的款式 讓拇指外方對生活會有什麼提供嗎 很痛就是原本一般生活 不要壓迫到它回頭 但是如果我沒有穿對鞋子 比如說我穿到一個壓腳的肩頭鞋 就是你只要一壓迫到它那邊骨頭的地方 它就會抗移然後就會潮痛 而且是痛一陣子喔 不是說沒有壓的時候才痛 它可能會痛個半天 然後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也能感覺到那邊再痛 你現在嘴巴開開的喔 它這樣這樣 因為低價好像真的很痛 對所以才會有的真的太嚴重的人 會需要開刀 但是因為其實我只要穿對鞋 沒有到 嚴重到說無時無刻都在痛 但如果你已經嚴重到說 即使我沒有壓迫到它 然後也還在痛 那你可能就要考慮去做手術 但我個人是只要還穿對鞋 是不太OK 那娘今天這三雙會帶來怎樣的傳達 其實就是比較度假風啦 因為涼鞋基本上我通常都是配長陽裝 或者是短褲 主要大概就是這兩種 陽裝或短褲 然後像這一種啊 就是很適合配度假系陽裝 或是一些比較多細膩一樣的 像這種流蘇白色啊 然後你就是配一個草帽 這樣 其實搭配的方向都差不多 就是一個比較度假休閒的感覺 那現在我面前的這三雙 它就是比一般的四面的兩鞋 多了大概有1.5公分吧 但是其實你穿在腳上 你不會覺得說你的鞋子很寬 就是它是修飾掉你的拇指外翻 但是並不會讓你整體看起來說 喔你這雙兩鞋特寬喔 不會有這種問題 它就是前面我如果一隻腳有穿 然後一隻腳沒穿 兩個腳這樣比較 你就會發現 那個視覺的路長很反 因為我的拇指外翻的地方 就會剛好被這個寬帶的地方修飾掉 然後它有這種流蘇的 然後也有是 比較亮晶晶的保濕 那因為 這一個版型它真的是 就是又可以當拖鞋 然後又可以當兩鞋 就兩穿 然後它又把我的 拇指外翻修飾得非常好 就是一般拇指外翻的女孩 是很想要藏起來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喔為什麼我腳那麼寬 然後覺得那邊骨頭很凸很不好看 那一種心情我完全不明白 因為我就是真的是很嚴重 一個很像這樣 V型的骨頭突出來 那像這種寬版的兩鞋 基本上我們加的很夠 就算你是寬肉腳 就也OK 完全OK 然後這邊的骨頭的地方 會完全遮住看不到 然後第二款 我最常穿的 其實夏天我最常穿兩鞋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 腳背拘束住 但是另外一個最常穿的 一定就是小白鞋 然後小白鞋的話 如果你是拇指外翻喔 其實我很多的反部鞋 或者是甚至運動球鞋 我都沒辦法穿 如果它是皮革的話 基本上都不行 除非它是跟這個 一樣柔軟的網布 那我覺得我還有機會 但是也有可能還是穿了會痛 因為我真的試過太多 反正就是我穿的話 就是這個兩側也會很痛 然後就是可能 母指外翻還會發脫 那我們家這一個是 一帶小白鞋 你如果是母指外翻後 腳很快後 基本上你認定一個目標 就是你要選擇是綁帶式的 因為綁帶式它這邊 整個是可以大腸開 不管你的腳背是多高 或者是你的寬度 它這邊的鞋舌是 完全的開放式的做法 所以變成說你的中頸 或是高低都可以自己調整 買到的第一次的時候 你先調整到 比如說好我現在這樣子 是剛好 你就只要調第一次 然後後面你都是直接這樣 套進去穿就可以 因為它後面也是非常旺 然後它這邊 搶開之後 我拇指外翻的地方 完完全全 不會被壓迫 因為它皮革實在是 太軟了 然後它整胸的底也是非常軟 就是對於寬肉腳板非常友善的一雙 那再來的話 我的搭配的方向就是比較休閒 因為小白鞋可能一般 短褲、牛仔褲、洋裝 休閒的洋裝也可以 黏直洋裝 或是one piece的一件大T恤 那種都很好看 那我今天配的是一件封衣 就是比較算是長版的封衣外套 然後再來是我拇指外翻 比較不會長穿跟鞋 但是如果真的要穿 還是有一些是適合的 只是大部分醫生會建議說 如果你拇指外翻你就不要太高跟 比如說六公分以內 那也可以 但是不要比如說八公分、十公分 你就不要經常行 因為它還是會對那個骨頭比較不好 那我的鞋櫃裡面的 就是基本上跟鞋的話 一定是前面的容量要夠大 因為尖頭鞋一般你看這樣子 如果你是拇指外翻的人 你基本上就不會想要去碰它 因為你就覺得說 那個我不可能會塞進去 我自己個人是這樣 然後直到我自己做鞋子 我才會去研究那個線型 然後研發出 真的寬腳板無指外 它都能夠穿的這個寬度 然後你不要看它這樣子 好像前面是蠻尖的 但是它其實 真的內容量很驚人 旁邊不會擠肉 然後兩邊也不會壓迫 這很重要 然後它後面又有保護 就有沙發後分 所以整雙讓我非常安心 然後跟高筋是六公分 而且是粗 所以基本上去喝洗酒 或是這種上班 正式會議都可以 或約會都可以 然後一自帶的話 這邊也都是六公分的 那因為一自帶有分粗帶跟細帶 為什麼會分這兩個 基本上這個寬的 就是會比較推薦給拇指外翻 不好意思給人家看到 想要比較修飾效果的話 這個效果就會跟前面我介紹的兩鞋 它會有一曲同同之鳥 因為它就是會把你這邊的普通的地方 比較修飾掉 那相對的細帶 因為它帶子比較細 它就是沒有辦法完全遮住 但是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細帶的原因是 如果你不在意那一個視覺的 骨頭會有點凸出來 但是它是不會壓迫到你的那一個 模組外翻的地方 那我個人是蠻喜歡細帶 細質的跟鞋之後呢 再來我真的春夏秋冬 除了小白鞋之外 最常穿的最爽 它是防水的老爹襪鞋 就是你不要看它好像是覺得說 欸這怎麼可能夏天會可以穿 但真的我就是四季都在穿 那你冬天當然是可以搭毛衣或大衣 但你夏天其實你搭T恤 它的穿搭感覺就像是球鞋 你就把它想像成一個球鞋 而且它這一個為什麼會對 拇指外翻友善 是因為它這一個襪靴的彈性 就是從靴口 然後一直到它這邊斜面喔 而且斜面是寬的 然後這邊一拉 就是會有一個彈力在 所以你的拇指外翻的地方 不會受到任何壓迫 要選擇的方向就是 要嘛就是要有彈性的面料 要嘛就是要選很柔軟的真皮 這一個是我選鞋的原則 那有一個最重要是它還長多水 就是我如果是下小雨的時候 我通常也會穿它 因為它底台加高嘛 那你遇到積水的時候 不容易會整個腳都濕掉 然後二來是它增高 它穿起來的那個腿的修飾度 是非常非常瘦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 我四季都會想要穿它的原因 因為就是很瘦 再來介紹的也是就是四季的經典款 四季都能穿的包鞋跟不樂鞋 那包鞋的話我真的是認真 大推薦這一雙叫做 再讓我睡一下就好 這一個品名 你穿進去你就會懂說 這個品名的來源是什麼 因為它真的是寬肉腳非常友善 但是這雙寬肉腳要打也好 像我自己平常穿三八 這雙就要三卷 就是要打一套 但如果你是一般講 你就可以拿正常 它是整個牛皮然後非常軟 軟到就是整個點 哇 你這輩子我保證你沒穿過這樣的鞋 這一雙是在門市每個人穿 每個人都是怎麼可能會這種感覺 就是嚇到 然後這一雙呢 你可能在市面上看過很多類似的 但是我們家的賣點就是 一雙 嚇到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軟墊 你知道嗎 我們家有一個專門的做法 叫不破內鞋 然後它這邊裡面有一層海綿跟軟墊 有的人腳趾比較上翹 或者是比較容易 腳趾頭把那個鞋子內裡刮破 我們家的不破內裡就是為你們而誕生 這一雙也是寬腳板寬肉腳很OK 很友善 我今天會介紹的 確確實實都是我鞋櫃裡的鞋子 然後這些是我真的日常生活有在穿 然後不會壓迫到我的拇指外板 進入到重點的秋冬 秋冬的話靴子大家第一個要件是什麼 對我來講除了不要壓破拇指外板 再來就是一定要整體的 減瘦度這樣很夠 就是一定要瘦 然後這一雙筷子腿 它主要是針對有蘿蔔腿小腿肌 或者是你覺得你的腿沒那麼體質的人 就是比較有 沒有O型腿啊 你穿這一雙筷子腿 因為我們的那個水桶高度都是有經過計算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顯的修飾掉你的小腿肌 很神奇就是你一穿上 你的小腿瞬間就變筷子腿 這是他平民的游覽這樣 這個是我冬天最常穿的黑色的暖靴 那如果是淺色的話 一定就是這一雙 逸旺花蓮 它的整個眩型非常美 那通常這麼美的眩 這個弧度對於拇指外板的人來說 基本上是遙不可承 就是我們只能看 但是通常穿了以後 就是會很跡腳 一般韓國的鞋子通常這種 比較尖的眩我穿都是沒辦法 就算已經拿大一號還是沒辦法 那最後 就做成寬肉腳也能夠穿的眩鞋 那秘訣在於其實它的防水容 它是有彈力的 所以在前面這邊不管寬度或腳背 它都是有一個張力在的 完全就是不會壓迫到你的腳 這個很重要 然後側面的這個美的感覺就是 因為它的側面是細根喔 可是一般真的 我們想要久站久走 真的要粗一點的根 又美又穩 所以這雙是 而且它性色真的太美 然後又防水 下雨天基本上 我也就是會選擇這種防水容裤 然後整個冬天基本上 然後就這兩雙必定要買 有不同的感覺 以上的這些介紹鞋款 就是我會真心推薦給 跟我一樣拇指外玩的根 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麻煩大家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會有更多動力來製作更好看的影片喔 然後還有每月的15-30號都會有新影片上架 所以可以記得這兩個時間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ну